大家知道吗 从这个月开始有四类生活用品正在悄悄的涨价 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是要早做应对 说到涨价可能屏幕前很多人都有话要说了 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太多的商品在不断的涨价 有这几样东西也在悄悄的涨价 今天就给大家出这个视频来说一说 我也列出了四样东西 如果大家要想买的话 还是一定要趁早的去囤一点回来 这第一个就是纸制品 生活用纸肯定是无疑的 因为在我们生活中那是必须要用的 而且日常需求量也是非常大 近日很多品牌商表示 从这个月起对旗下的生活用品 要进行一个大幅度的上调涨价了 价格上涨的理由同样也是原材料上涨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连锁反应 比如说纸制的主要原材料 生产这些生活用纸的原材料 再上调成本 自然纸制品就会价格上涨了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稍微那么多囤一些 当然建议大家不要开启那种疯狂的囤货模式 那样也不好 物极必反 容易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 那反而会让这个价格上涨的更快了 也就是不少专家也会表示 这也是一时的暂时的情况 所以说按照正常的需求 进行稍微多一点的购买就可以了 来看这第二个就是粮食 我们中国人最讲究什么 民以食为天 粮食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 那是不言而喻的 受到疫情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吧 国家的粮价最近也有了一些 这个小幅的上涨 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也可以感受的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购买生活用品的时候 超市里面的大米啊 这些主要的粮食啊 它都在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涨价 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老百姓 也不必要太过于担心或者是恐慌 因为总体来说 我们中国的这个粮食储备 还是非常充足的 有可能只是由于一些暂时性的特殊原因 然后特殊因素 导致了短期室内的价格上涨 后面可能价格还会恢复下来的 来看这第三个 就是我们家用的家用电器 可能近期买家电的朋友会关注的多一些 就是有一点感觉呢 这个品牌的家电 它的价格不仅没降 反而是上涨了 而且这个上涨的幅度还挺大 大概在10% 比如以前我们要买一些小型的家电吧 大概是1000多块钱左右 那现在如果你要买的话 可能就要花上大2000 大2000了 比如说那个1800、1900这样的 就这个上涨幅度还是挺大的 像这个空调啊 写衣机啊 还有冰箱 各种各样的电器都在上调价格 这个其实咱们要是深追究一下原因 其实也是家电的原材料价格在上涨 所以还是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浮动的 来看第四个 那就是淡水的水产品 淡水水产品的价格一直都比较波动 可能因为由于近期疫情的原因导致了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些就是搞养殖的这个利润吧 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转型了 不再去搞养殖了 然后综合这些因素呢 可能就是让水产品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按照这个情况呢 肯定就会涨价了 其实它也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 我们从去年开始啊 很多人就会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兼职工作 实际上也是为了缓解自身这个经济上的压力 应对这个物价的上涨 经历这几年反反复复的疫情 反正我周围啊 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存钱的重要性 也确实是现在很多生活用品方面都面临着涨价 而且有的涨价还比较这个幅度大 涨价潮的来临也让一些企业啊 运营成本啊 物流啊 人工啊 还有原材料啊 都上涨了 所以这些因素就导致了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啊 买菜的时候物价上涨 所以啊 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 赚钱啊 才是王道 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个 增在悄悄涨价的东西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还要知道 什么东西正在悄悄涨价吗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 给我留言评论 最后请您帮我点个赞 给我一个强烈推荐 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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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